今天七個小時,真的要講很多,恐怕有點困難 我也不喜歡趕課,因為趕課的品質就不是很好 所以盡可能,反正我能講的都讓我講到 至於可能最後有點時間,我們留下來再看看有沒有大家有什麼額外的問題 互相再討論一下 再來請各位切到剛剛的數學函數 裡面的話,有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切到count這個函數裡面 這個範圍裡面,我們有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是數字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是有資料的 第三個問題是,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是沒有資料的 第四個問題是,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是大於10的 這個範圍,上面這個範圍 那,這個四個答案 其實很好找 你可以找到那個,上面一樣插入函數 找到,特別之外這個是統計,統計類的函數 統計函數裡面呢,請你找到往下 有一個叫count,開頭的 那,特別注意喔 往下,count是第一個 是算什麼呢?下面有跟你答案 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的儲存格 第二個,counta 計算範圍中非空白的儲存格 第四個是,count blank是計算空白的 count if 除了要計算幾個之外 還有一個判斷 所以剛剛四個答案剛好在這裡 一二三四號 我們現在看一下count 按確定,count的話呢,把範圍給他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呢,選起來 按確定 裡面有五十三個 數字 再來,插入函數第二個 你可以在count a count a裡面的話是有資料的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是有資料的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按確定 有五十九個 所以呢,這裡面 實際上五十九減三的話 那等於是說 有六個應該是非數字的 有六個 那其實就等於是有六個 這個 代定這些 true force 這六個 每一資料有幾個 擦環數 統計裡面一樣 找那個count blank 這個範圍 七個 所以每一資料有七個 大於十的話有幾個 count if 這count if 還蠻重要的 count if 用到的機會其實還蠻大的 哪個範圍 這個範圍 第一個 不過count if 實際上就是count 多一個邏輯條件 criteria 大於十 所以你就把大於十 輸入在下面這個criteria裡面 按確定 32個 所以這邊我們主要演練有四個函數 分別是count 算範圍內 哪些是數字 數字部分有五十三個 有資料的用count a 沒資料用count blank 另外呢 除了算之外還有判斷邏輯的話 就count if 這個是四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其中最重要的其實還是count if count if 用到機率最大 那統計什麼呢 這裡面 銷售金額大於五萬的員工有幾個 特別重要 這題跟剛剛那個不太一樣 剛剛那個是 如果條件為初的時候加起來 它是算幾個 算幾個的話 算個數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數的時候 用什麼 用count if 剛剛使用過 count if 那一樣 它會給我 some if 是有三個 三個儀數 那 count if 只有兩個 第一個 它會問你說 範圍 範圍什麼 你幫我算那個什麼呢 銷售量大於 所以把那個 第17 到第24 選起來 條件的話 是什麼 大於五萬 所以輸入條件大於五萬 按確定 三個 OK 所以這個範圍裡面 銷售量大於五萬的 其實就是這三個 哪三個 其實就一個 兩個 三個 不過如果說 你這樣看不清楚 你乾脆用什麼 剛講過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那如果什麼呢 選第二個 如果它的儲存格的值 假如是大於五萬的話 那給一個不一樣的格式 這樣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你可以什麼 設定格式化 指 格式化包含下列儲存格 大於五萬的 給一個格式好了 簡單一點 格式的話呢 可能是乾脆變紅色就好了 就這樣簡單 按確定 條件 剛剛設定管理一下規則 我打到五十萬了 OK 五萬 多一個零 這樣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格式 除了可以找到幾個之外 也可以用格式化 把那五個人找出來 OK 所以其實設定格式化還蠻方便的 這有點幫助你將來在找尋你要找的東西 另外你可以用抗一些函數 幫你去算總共幾個 當然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不過如果你設定格式化之後 當然一看也知道三個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是有關抗折方面的函數 那後面當然有一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 我想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黑名單篩選 那這個黑名單篩選 就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就是有問到類似的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在 工作 這個黑名單篩選範例 這也是 我在其他地方上課的同學問的問題 他每天就是要一直找 其實我發現很多人每天都要找資料 在哪邊找 比如說 黑名單 他有兩萬多個黑名單 要查詢的是第一個 那我怎麼知道 這些名單總共有一千個名單 到底這一千個名單裡面 哪幾個是黑名單 這時候怎麼辦 那基本邏輯是 那基本邏輯是 練習題裡面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 有 黑名單篩選 最下面那個 有嗎 有 有看到 OK 數學 數學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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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只要用剛剛的方法就可以了 提示一下 其實用康語符就可以去算出 在查詢名單裡面有幾個是黑名單 做法怎麼做呢 接下來 切到查詢名單裡面 在B欄的地方 B欄這邊我可以打兩個欄位名稱 設一個叫結果 在B2的地方點一下 B2的地方做什麼呢 插入函數 哪個函數呢 用剛剛那個 最近使用過COUNIFE COUNIFE按確定之後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1.RANGE RANGE是什麼 特別重要請你切到黑名單裡面 郵標放在黑名單的A2這個 A2在往下 往下特別重要 我是建議你不要用選的 因為選它有兩萬多筆 你如果像這樣一直選 你要一直選 選到什麼時候呢 不知道 有沒有可能過頭 很有可能 有沒有一直選 兩萬多個 這樣太慢了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 Ctrl SHIP 向下就可以了 Ctrl SHIP 向下 Ctrl SHIP 向下 Ctrl SHIP 向下 不要用剛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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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前 我知道很多同學 都一直選 一直選 一直選 選到底 過頭了 又拉回來 拉了拉去 你如果Ctrl SHIP 向下 他就幫你把黑名單裡面的資料選完 你幫我算一下 我這個Email的信箱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出現 如果有是1 如果沒有是0 那不就選完 那不就OK了嗎 那如果你按檔 按確定 應該看得懂這個敘述吧 不過特別注意 Range 指的是黑名單 A1 A2 一直Ctrl SHIP 向下 按確定之後 記得把Range 鎖起來 F4 F4 按個兩下 把它鎖列就可以了 按確定 再來 就找到了 這個是 其他怎麼辦 點它兩下 這個時候 它就會幫你全部找完了 它就會幫你全部找完了 如果它康尼符 那個 範圍 黑名單裡面 如果有的話 它是1 沒有是0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吧 那最後呢 如果你要查到哪一些是黑名單的話 最後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那個 油標放結果 篩選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這邊有個箭頭 把0 0 打勾取消 因為我們要是1 1就是黑名單的 我要查出來了 按個確定 那再把這個 它留下來的1怎麼樣 把這個 A2 一直往下 其實也是Ctrl SHIP向下 Ctrl SHIP向下 把那個查詢到的 Ctrl C 再切到查詢結果 A1 Ctrl V 全部查完了 總共會有27個黑名單 OK 那這個應該可以了解 剛剛的動作 基本上 其實我只是利用什麼 Ctrl 最後把那個篩選 再把它恢復 主要是利用Ctrl If去算 我的Email 在黑名單裡面 有沒有出現 有就是1 沒有就是0 再利用篩選 留下1的部分 OK 這樣不就做完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希望快速比對的話 我這個範圍的資料 有沒有在另外一個範圍出現過 那這個這招就好了 OK 馬上比完了 OK 最後 配合這個 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 當然你可以留下 留下 要的就是E的部分 最後留下E 再把那個留下的部分 複製 貼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問題就解決了 OK 試一下 這個地方是Ctrl If的應用 Ctrl If還蠻好用的 很多地方 都可以利用Ctrl If 幫我們去得到 我們的範圍的比對 不過基本上 兩萬多筆這樣速度還蠻快的 但理論上 如果你資料更大 好像也還算 至少它的速度上 效率上 我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如果你的範圍 兩萬多筆 比下來 其實也沒有花幾秒鐘 也就瞬間就比完 OK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黑名單篩選 部分 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繼續再來看 那個 所以 數學方面的函數 先告個段落 再來請各位 就要看 解釋與參照 檢視與參照 解釋與奔照 解釋與參照 範例檔 把它打開來 Scripture 打開之後 一樣切到最前面 Luga �菊 路感函数